評銷科技長簡晴佑 甚至還在臉書成立了粉絲專頁 讓民眾可以自由的投稿發表怨言 結果卻出現了這張圖片 這是一個OL他掀起裙子 張開雙腿還坐在影印機上頭 這內文還寫說這什麼政府 紓困就紓困 付什麼收錄來源的影印文件 害我要爬上去影印 而這個也被批評是在暗示女性 從事性交易來獲取收錄 結果立刻是被網友罵翻 而前民進黨立委林靖也痛批 中國國民黨真的該被丟進歷史的深沟裡 但簡晴又第一時間是澄清 這是民眾投稿基於言論自由 所以他們都直接刊登出來 只不過這個說法 也立刻被知名設計師聶永珍打臉 因為簡晴又7號晚上7點半左右 對外說明 但仔細看看投稿的平台 晚上8點10分的時候 根本還沒有可以上傳圖片的選項 直到晚上的8點28分 才突然可以上傳圖片 讓聶永珍大栓 難道是小編跟不上進度了嗎 因為這個也顯示了 這張圖片很可能就是粉磚的管理員 他自己貼出來的